花莲县吉安乡 池云山环保执帐园区居高临下 俯瞰吉安 花莲市区又远眺太平洋 环境清幽 目前日前有屏东县 潮州镇公所 就由镇长来率领多位的公所相关同仁来到此处参访交流 也期盼透过了解园区概况和执行细节 以便未来为潮州镇公所的执帐园区有更妥善的规划 花莲县吉安乡 池云山环保执帐园区 因整体环境庄严宁静 不论是环保执帐设施和绿美化的执帐成效及服务 显建吉安乡公所对殡葬礼仪与人文关怀的重视 日前屏东潮州镇公所 由镇长率领40多位同仁参访 在吉安乡殡葬礼所长带领下 了解园区内的规划和执行事务 我们潮州镇公所 我们州品权州镇长率领他们的工产委员 40位到我们池云山执帐园区来参访 他主要就是要了解我们整个园区的一个概况 包括一些执行的一些细节 然后以作为他们未来在规划 执帐园区的一个构想一个构思 以利他们后续来做一个规划 其实我们目前我们潮州 我们在整个殡葬管理的部分 我们今年会成立殡葬管理所 然后因为时代的趋势的变迁 我们目前在这个殡葬管理上 不管是我们的纳库塔的柜位 其实以后的趋势还是会朝这个环保障 来推动 目前我们潮州就是利用我们整个 外出的参访行程 今天来到我们吉安乡 我们的那个公墓 公元化的一些管理 互相交流切磋 把我们整个好的规划 带回到我们潮州 以后做我们整个 我们树葬区的 环保障的一个规划 团员对于园区规划 除了战赏也了解更多 近年将成立殡葬管理所的 屏东潮州镇 镇长表示 随时代变迁 未来潮州镇也将 朝向环保障的方式做推广 其办透过此次参访交流 将好的规划借尽使用 以立对仙人有更好的安排和尊重 在适宜的地理环境 继续庇佑后代子孙 接着讲帮宴前相报导